男人被关在铁桶里 刚张开嘴 就带上个扩张器 尽管他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随后拿根八米长的罐子 哭吃一下塞了进去 还惨无人道德一点点往里捅 一直捅到胃里才肯罢休 接着打开开关 罐子里的泥铸顺着管子 全部钻入男人体内 直接进到胃里 疼得他不停地抽搐 双眼上翻 而费了半天劲 仅仅得到一滴花生油 这天小帅坐车时 一只梅花鹿跑了出来 狠狠撞到挡风玻璃上 汽车几个翻滚后 重重地落到地上 梅花鹿挣扎几下 就没了动静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腿上还打着石膏 为了能尽快恢复 医生让他多喝点热水 可喝完后 发现杯子里竟然有只小虫 用手指弄出来一看 虫子还在掳动 他没想太多 拄着拐杖出来散散步 发现大妈们在泳池里潜泳 却不出来换气 而且以前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也太诡异了 他急忙来到餐厅 想问问领导是怎么回事 可还没说完 鼻子里就流出了鲜血 接着一阵头晕目眩 就摔到了地上 医生说他出现了幻觉 需要做个水疗 于是把它放到一个铁罐里 随后盖上盖子 启动开关 水位开始慢慢上升 医生说 这个排毒的过程 需要30分钟 小帅比了个OK的手势后 慢慢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出现很多儿时的画面 可没过多久 罐子里竟然冒出无数鰻鱼 在它周围游来游去 还发动了攻击 小帅非常害怕 拼命敲打着玻璃 可根本没人注意到 随着鰻鱼越来越多 它只能往上游 不料鰻鱼缠住了管子 氧气罩就掉了下来 落入鰻鱼中 而上面的盖子非常紧 它根本打不开 气得它不停地咆哮 却无际于事 挣扎几下后 就失去了意识 缓缓落入鰻鱼中 不知过了多久 盖子打开 小帅被救了出来 他不停地咳嗽 还说水里有东西 医生掏出手电筒 往里面照了照 说里面什么都没有 小帅不信邪 抢过手电筒一看 果然什么都没有 难道自己真的出现了幻觉 看到医院里 一片祥和的景象 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回去后听到马桶响个不停 想看看什么情况 可刚掀开水箱盖 顿时吓了一跳 没想到里面密密麻麻 都是尼秋 吓得她不停地后退 等平复好心情后 凑过来一看 发现尼秋不见了 掀开马桶盖 只看见个尾巴 她非常生气 双手一用力 竟然将马桶抬了起来 可尼秋早就没了踪迹 一不留神 还重重地摔了一跤 难道又是幻觉 赶紧喝了杯水压压惊 却发现有点不对劲 照镜子一看 上面怎么有血迹 手轻轻一拔 牙齿就掉了下来 这可把她吓坏了 急忙找到护士 把牙齿递了过去 随后医生给她检查了下 发现没什么问题 可抬头望去 旁边的罐子里 装满了牙齿 这个医院肯定有问题 见小帅起了疑心 医生命令手下 将她绑了起来 捏开嘴 带上了驴嚼子 接着用工具将嘴掰开 把扩张器塞了进去 固定好后 拿出个迷你电钻 对着中间的牙齿 轻轻一按 这也太残忍了 可越是这样 她的反抗情绪越强 看到腿上的屎膏 心中产生了疑虑 这么多天过去 就没人来换过药 也不觉得疼 于是打碎杯子 用玻璃对着腿一顿滑 一点点揭开上面的屎膏 当脚踩到地上时 竟然没有任何异样 明明腿好好的 医院为什么要这样做 晚上她撞着胆子 砸开锁头 闯入秘密基地里 这里跟地下墓室差不多 随后走了进去 发现里面密密麻麻 都是各种罐子 还有做到一半的实验 瓶子里装着小鰻鱼 桌上还有一本实验手册 原来这里200年前 是一座古堡 古堡的主人通过 残无人道的实验 发现鰻鱼跟人结合后 可以长生不老 不久前才被改成了医院 而实验并没有停止 罐子里装满了婴儿的尸体 得知真相的小帅 把这一切告诉了受害者 可他们早就被医院洗脑了 根本没人相信他的话 甚至把小帅当成了疯子 随后抓了起来 把他装到铁桶里 拔下管子 小帅嘴一张 把扩张器塞了进去 然后拿着10米长的管子 哭吃以下塞到嘴里 一点点往里捅 直到捅到胃里 才肯罢休 然后打开开关 罐子里的尼丘顺着罐子 全部钻入小帅体内 疼得他不停地抽搐 随着时间推移 一滴生命精华就被萃取出来 这就是长生不老的秘诀 画面一转 小帅点燃打火机 扔到地上 随后就着起了熊熊大火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人们纷纷逃了出去 可到了外面后 他们也不肯离去 有人在广场上跳起了舞 还有人端着脸盆 想去灭火 小帅则带着很哇塞的妹子 逃了出去 可骑着二八大杠的小帅 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掉了的门牙竟然完好无损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汽车半路抛锚 女人去找水喝 不料看到一群赌贩在围殴警察 小伙举起手枪 哭吃就是以下 吓得小美一机灵 瓶子摔到地上 赌贩听到声音 派人追了过去 小美转身就跑 无奈体力跟不上 最终被扛了回来 然后拿出警察的手铐 将她靠在铁架上 见小美长得这么漂亮 卷毛色心大起 撕开外套 用刀划破背心 与此同时 警察慢慢爬了起来 原来她还没死 趁众人不备 偷偷溜上车后 就要逃走 其他人急忙开枪射击 却根本没用 眼看逃出了包围圈 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 老大见状 打开后备箱 拿出狙击枪 找准最佳射击位置后 瞄准汽车 来了个一枪爆头 确定死亡后 才往回走 小美看到地上的腰带 伸出大长腿 将腰带勾了过来 随后掏出钥匙 将手铐打开 临走时还不忘捡起地上的匕首 然后找到自己的车 将旅行包往身后一背 快速朝前跑去 她不敢走大路 翻过旁边农场的栅栏 找到一个隐蔽处 开始整理有用的装备 带上水壶和匕首后 踏上了逃亡之路 另一边几人回来后 发现小美不见了 顺着脚印慢慢找了过来 很快就发现了小美 曾经的落脚点 看到这些 他们顿时有了信心 快速朝前追去 小美来到一块高地 将背包放到地上后 掏出望远镜 向远处一看 正好看到几人的身影 得知对方不肯放过自己 她在地上 故意留下三条脚印 然后踩着草回到原地 捡起背包 朝另一个方向逃走 等毒贩追到这里 看到三个方向都有脚印 于是兵分三路 分头追击 而小美终于找到了水池 先洗了把脸后 拿出水壶装满水 再把消毒剂放到里面 这才大口大口喝了起来 而她不知道的是 后面的人已经悄悄追了上来 在她喝水时 一把手枪对准了她 吓得小美一动不敢动 毒贩想要喝水 她拧紧虎盖 扎几下把壶扔到地上 可毒贩没给她逃跑的机会 喝完水后 一步步走了过来 抚摸着小美的脸 想跟她做游戏 小美哭着求她悬崖勒马 因为自己不想伤害她 男人一听顿时笑了 上去就是一巴掌 下一秒 小美抽出匕首 直接捅了过去 男人就领了喝饭 她洗掉身上的血迹后 拿起地上的对讲机 朝远处逃去 而这一幕 恰好被放风的同伙看到 让其他人赶紧过来 随后追了上去 半天后 小美紧跑几步 故意在地上留下脚印 然后爬到山坡上 果然男人上当了 正当她愣神时 一块石头正好砸中太阳穴 见男人没了动静 小美这才下来 可刚要走 却被一把抓住脚脖子 原来男人没有死 混战中 小美抓起旁边的枪 哭吃就是一下 又解决掉一个 她越战越勇 拿起对讲机 说他们就是一群饭桶 随后拿起望远镜 想确定四人位置 不料看到老大拿起狙击枪 吓得她急忙转身 刚要逃走 这时枪响了 为了验证是否打中了 他们追过去后 却什么都没看到 正在这时 突然看到小美在跑 老大举枪就射 可没有击中 小美刚一露头 就被逼了回去 随后老大坐镇 其他人围了上去 小美想要还击 却被压制住了 一扭头 看见旁边的房子 毫不犹豫地跑了进去 观察好地形后 她要在这里完成绝地反杀 男人举着枪走进屋里 可下一秒 脑袋上就多了把钢锯 小美跳下来后 把枪拿走了 随后第二个松人头的 搜了进来 可刚进屋子 就被小美勒住脖子 刚想来个一剑封喉 不过她非常怕死 不停地大声求饶 说自己是迫不得已 小美一时心软 把她放走了 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她刚出门 就大声呼喊 说女人就在这里 快开枪射击 下一秒 她就躺到了地上 后背还插着一把匕首 没了遮挡物的她 急忙跑到旁边屋里 不料第三个毒贩在这等着她呢 小美刚一回头 就被男人撞翻在地 随后 框框就是两拳 打得小美毫无还手之力 可男人非常嘚瑟 以为解决了战斗 不料小美又站了起来 拿起地上的木头 对着男人 框框就是两下 可她不讲武德 直接掏出了枪 随后一巴掌 将小美打翻在地 此时的她毫无胜算 说跟女人打架还用枪 有种就把枪扔了单挑 没想到男人真把枪扔了 紧接着双方就打了起来 虽然小美学过格斗 可体力跟不上 被一把推到灶台上 而上面有个运斗 见男人走了过来 她抓起运斗 框框两下砸到头上 男人就死悄悄了 小美刚要逃走 不料老大在外面等了半天 再走一步就会被爆头 可她非常自信 想跟小美来个公平决斗 只见她把狙击枪放到地上 掏出手枪 高手间的对决开始了 双方同时出手射击 结果老大心脏中弹 扑通一声摔到地上 而小美只是肩膀受了点伤 她以一抵六 实现完美反杀 她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老爹是个特工 早就训练了一身好本领 所以有个厉害的老爹非常重要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